現在我們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神探的使用 第一 我們先認識一下 神探呢 這是一個專口 神探的聚能 第一 這是神探的探測 測試的時候 我們先用探討來測試 這是它的接力點 我們修手機的時候 這個登記在第三位 第三 這是開光 這是充電桶口 開光一打開 神探就在默認的射屏探測模式 這是第一個檔位 這邊有個轉換開光 按一下 它可以連續的測試 比如說损緩的測試 那這是第二檔 這是電瓶充斷開光 所以我們基本上用來查 充斷線的 這一個是高低電瓶賣充模式 前面這個燈亮的 底下這個PL的這個燈亮的 就代表這個是 處在這個高低電瓶模式 上面這個燈亮的 代表這個現在探針是處在空窄的位置 HV 這個燈亮的 就代表現在探針接觸到一個高電瓶 HV 這個燈亮的就代表 現在探針接觸到是一個低電瓶 接下來我們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審探這幾個功能的指標 現在我們先來試一下 第一檔的這個射屏產牆測試模式 好 看看它的功能 這個可以檢測手機的滑射 好 可以感應到手機的滑射功率 這一個很靈敏度的 比如說高的 比普通的那些敵方的 比如說閃電貓啊 或者產牆一樣 它那些的極速 是根據極速拉 跟我們這一個是不一樣的 我們這個就根據綠速的 很順滅的這個 環節是不一樣的 那現在大家可以來看看 看看 現在我正傳的機能的滑射跑靠近差不多 二十到三次距離這樣 我們就看見它 現在滑射不得很好 滿多 等到它通話的那一陣子 它滑射不讓它下來的 這個這下大家肯定 以前手機也見識過 看電流的時候呢 就可以看得出來 打電話打通了 之後 它的電流就熟了 現在接下來呢 我們再講一講好 第二端口的這個通斷模式 怎麼個使用 好 開關大盤 的時候啊 第二端口 後輪奧的聲量 好 現在我們在它 啊 接在一個手機板的負機上面 它指揚 主板上面啊 也說探針 跟這一個 結地的夾子 中間連的是二極管 比如說半導體的二極管 三極管 二極管 獲得排行 它就會響 如果中間串電子的 它就沒反應了 接下來我們可以就把它試一下 這個 在我們回修當中呢 就是方便通斷線 比如說智庫啊 啊 CPU啊 你可以有斷線 這可以起到整塊線的 當然 大家用望遠邊也可以測 但是用望遠邊啦 我們要看它的數字 到底有組織 沒組織 它就根據加價的方法很可能 現在我們拿一個板子試試 現在我們來測試一下這個通斷 通斷模式在修手機上面的作用 大家可以看一下 把待會測到地點 啊 跟那些沒斷線的有組織的點 跟那些 啊 就是沒組織的 我們現在我們先測試一下 接地的點 是什麼樣的聲音 我們可以從聲音上來判斷出來 這是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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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兩個聲音的頻率是不一樣的 但如果分到內容的 一點組織都沒有的 我們測到的就是 一點聲音都沒有 啊 可以在整個位置 嗯 嗯 好現在再測一下流出色的點 嗯 再測一下G&B 嗯 嗯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因為這個通斷連测 以下字負來換了 哦 這麼多個點 嗯 嗯 應該說大家可以有十幾個的時間 就可以把它全部測完 現在我們看看 如果它測出色的一個多個點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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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